來這個雞排 添不辣 麵線鍋 這些燒吃麵 應該是燒購大碗 但是現在擋不擋一份就要七八十塊 都可以買一個便當囉 日本家老一號的麵線鍋 大碗是七十五塊 到三十年前比起來一碗三十 已經去不少了 蚵仔 大腸 大腸每年都長 去年長得更快 就是從大概才有 長起來有四分之一的價格 就是因為工廠外無料都去 店家不得意在兩年前條件介紹 老闆娘宮條自己所用的 是真材實料 不過這個冬生的麵線 現在終於一個便當的介紹 自家中廚以蚵仔麵線炒豆 雞排這裡的收集基礎為機票 發現屬於廟宇廟的雞排 這邊對五十塊不夠八十 以前二十塊的大麵集團沒看到 現在就要八十塊 車在那邊對十塊 起到十二到二十 特別後來像包冰淇淋的 一個就要四五十塊 這外十歲 過年收費連六個月去 出現就連三兩個月去的福度 比過年同期都超過六% 有貴一點 所以你可以接手嗎 還好吃啊 雖然民眾說好吃就好了 但是這一般介紹的點心 一直去 這也是屬性 以後想要吃這個冬生的麵線 恐怕是越來越來